数学是研究数量结构以及空间等概念及其变化的一门学科属于形式科学的一种 数学利用抽象化和逻辑推理 从技术计算量度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发展而成 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 以公式化新的猜想 以及从选定的公理极定义出发 严谨地推导出一些定理 数学在许多领域都有应用被称为应用数学 而纯粹数学就是数学本身的实质性内容 有一篇数字与数学讲到和数学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 先说数字 数字被用来表示量 但数字其实属于人类语言的范畴 人类的语言不仅包括文字还包括数字 从某个角度 数字和文字一样 或者可以说是文字的一种 它们都是一种符号被用来理解和认识这个世界 虽然这个世界不是单单由数字构成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 数字反映了世界的各个方面 所以如果想认识这个世界 人们需要所有的数字 每个数字都很特别 每个数字都很重要 这些数字象征隐藏了什么意义呢 有两篇文章数字的象征和圣经中的数字提供了很多信息 我们看看 3 7 12 这三个数字象征了什么 数字的象征中说到 数字的象征意味极浓 而对数字的崇拜则是神秘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和宗教信仰中 常常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由特定数字构成的一些概念或事物成为部分人崇拜的对象 这种类型的数字 往往在宗教仪式神话传说历史和文化的诠释乃至艺术作品中作为结构要素反复出现 圣经中的数字中说到 数字是奇妙的 圣经中的一些数有特别的寓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还不能完全参透其中的奥秘 但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进行分析和归纳 3 在毕达哥拉斯眼里 3是一个和谐的数字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三代表完整 因为三既有首尾又有中部 道教同样认为三是力量的象征 因为它暗示着一种中心元素 宗教传统中三位一体 圣经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 圣子圣灵 以色列人一年三次朝见上帝 主耶稣埋葬后三日复活升天 七这个数字不但神圣神秘 特别是在西亚 七是宇宙和精神世界井然有序的象征 同时还代表自然界的轮回更替和完整同意 在中东的古代文明里 七是祭三之后一个最神圣的数字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是在七天内完成的 因而有一周七天之分 主导文分为七个部分 圣母玛利亚有七件欢乐的事 七件悲哀的事等等 在启示录里 七起着重要的作用 七座教堂高扬的七只脚和七只眼睛 以及上帝大怒的七个今晚 而启示录里盖有七印 上帝创造之功六天完成 一天安息 一共七天 每七年为一个安息年 七个安息年后的第一年为喜年 主耶稣回答彼得说 饶恕人要七十个七次 七是在圣经中出现的最多的数字 十二是占星术古代天文学历法中 有关时间与空间最基本的数字 特别是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中 十二获得了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 只待受上帝垂爱的人 此外 十二还代表宇宙组织 天象区域 以及时间的周期十二月份 昼夜各十二个小时 中国的十二生效年 在圣经中 雅各一共生了十二个儿子 因此以色列共有十二支部落 基督有十二个门徒 生命之数上接了十二个果实 天堂之门有十二扇 圣经里还有一些与十二有关的数 二十四 为十二的倍数 上帝宝座周围有二十四个座位 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起四章四节 一百四十四 为十二的平方 是新耶路撒冷城墙的尺寸 一百四十四轴厚 其二十一章十七节 启示录十四章一至三节中 和高阳在一起唱新歌的人数 是十四万四千人 十四万四千等于十二乘十二乘一千 八 与其他音乐起源理论的比较 什么是音乐起源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几千年来 有许多种说法 一 音乐是神创造的 罗伯特杜兰在他的音乐建政创造中的结论是 音乐来自上帝 在创造天地的一刻 上帝把音乐赐给人类 二 音乐起源于模仿 古希腊哲学家德摩克利特说 从蜘蛛那里 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针 从燕子那里 学会了造房子 从天鹅和黄鹰等歌唱鸟那里 学会了唱歌 三 音乐起源于游戏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认为 人是高等动物 不同于一般低等动物 低等动物要把全部精力用于维持和延续生命 而人类则在维持和延续生命之外 还有过剩精力 于是在游戏中便创造了音乐 四 音乐起源于劳动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创造了美这一美学论断 恩格斯说 只是由于劳动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门外文坛中说 我们的祖先原始人 原始连话也不会说的 为了共同劳动 必须发表意见 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 假如大家抬木头 都觉得吃力了 其中有一个叫道行优行优 那么这就是创造 五 音乐来源于男女情感交流 在我国的吕氏春秋音初篇 记载了四段民歌起源的传说 这也说明了 音乐是由于情感表达的需要而产生 情感表达就成为音乐产生的主要途径 六 音乐来源于语言 音乐起源之语言易扬说的代表人物 是法国哲学家卢梭及英国哲学家史宾赛 他们认为人类在兴奋或激动时 所产生的异扬语调即是歌曲 七 音乐来源于巫术 巫师从事巫术活动时所使用的音乐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为认为歌舞之星 其始于鼓之乌乎 认为音乐起源于远古的巫术 音乐是巫术音乐活动中的重要手段 根据维基百科贾湖古迪的文章 贾湖遗址于1979年秋贾湖村民修筑户村低期间 村小学师生在取土坑内开荒种地时发现 1980年以来进行了多次发掘 发掘物品包括 稻米、甲虎古迪、古酒、丝绸织品、归甲符号 共有16例刻画而成的符号 对于归甲符号 有三种意见 文字、刻画、符号记号 甲虎古迪发现于1986年5月初 首次在编号为M78的墓葬中 清理出二支完整古迪 同年秋 又于四座墓葬中发现多支 1987年又发现数支 甲虎古迪的出土 将中国音乐文化上推至9000年 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出土各数最多 且能演奏的乐器实物 从而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 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甲虎遗址的出土时间年 远远晚于上述二至七等各种起源论的建立时间 但遗址证明的事实 又远远早于这些论点的开始时间 这些论点都是在古墓还没有挖掘 还没有对古墓文物的考证 只能根据当时的资料 也就是9000年以后的音乐实践 来推断音乐的来源 正如在1972年 长沙一号汉墓挖出十二绿笛之前 人们也不把战国时期的著作 旅是春秋中记载的灵伦印皇帝 拆遣做了十二绿笛的论述当作定论 所以我国阅律的制定的作者 在他的文章中写到在这里 史实和神话的界限就很难划分了 相反所有的发现都说明 第一 人类有自发的对音乐的需求 在对音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对音乐开始探索 第二 音乐 音律都来自于观天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探讨 无论在什么时期发现 无论用什么方法发现 发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第三 这些文献都记录了人类观天的发现 并非来自于某一个人的创造 比如在绿山市春秋中讲到 灵伦开始试着自定音律的音 但不成功 最后只能便根据凤凰教生的启示 制成了十二根律管 第四 音律和天体的运行是一致的 所以中国古代能够形成律力合一 同时 从人类的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 虽然音乐 音律不是人发明 但人类在探索天体的过程中 发现了它之后 以它为基础 一直使用它 二 人类的丰富的音乐实践 体现了这从天而来的音乐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三 音乐 音律和宇宙 必须是来自于同一个创造者 两者才会有一致规律 虽然上述二至七等六种 都不可能是音乐的起源 但反过来说明了音乐 具有极大的广泛性 人类的各种需要 都联系到音乐 都需要音乐 所以据2020年 Spotify上述的统计 全球一年新增歌曲数 远远大于2200万 数字如此之大 因为音乐是公权人类 男女老少欣赏的 所以百科全书的定义音乐 是宇宙文化 Cultural Universal 9 其他多种学科的研究 中国资深科学史家 和中国物理学史学科创建者 概念祖先生 在他的天体音乐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 of Tidal-Mysikov Spheres 中给出更多的细节 必是无著作流传下来 必是因结极其发现的过程 全都根据后人的引述或诠释 文艺复兴时期 德国伟大的占星家 和天文学家开普勒 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两大定律 行星的轨道是个椭圆 在相等的时间内 行星使径扫过的面积相等 由第二定律 开普勒计算了 行星在近日点和远日点的角速度 结果发现 太阳系内各个行星 在两折点的角速度之比 与阴皆近似 例如 土星的角速度之比 大约是5比4 这是纯绿大三度 木星的角速度之比 大约是6比5 属纯绿小三度 火星的角速度之比 大约是3比2 5度等等 牛顿基于万有引力 提出和谐是天体世界的灵魂 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以来 从音乐视角理解天体和谐 逐渐转变为 从力学去理解它了 1866年 英国化学家纽兰兹 J.R.Nulens 将当时发现的50多个化学元素 按原子量大小排成元素表 表中各个纵列 分别为7个元素 相同化学性质的元素 排在同一横列上 这样 DN个元素与DN加7个元素 具有相同化学性质 就像音乐中8度音阶一样 音乐上的8度关系 惊人地出现在化学上 丹麦物理学家波尔·恩波尔 于1913年提出原子模型理论 并计算原子内电子的能及跃迁 他们都有与纯四度全音半音相同比例的系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一个人从事音乐 需要学习 不断刻苦练习 但欣赏音乐 或者说理解音乐 就不需要学习 随时可以 这种能力是潜在的 也就是俗话所谓 天生的摇篮曲 生命最初的旋律作者 爱里斯说 如果说推动摇篮的手 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那么摇篮曲 就是唱给创造未来的人听的旋律 世界上最古老的摇篮曲 出现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巴比伦》 摇篮曲的歌词 被用心形文字 记录在一块巴掌大小的粘土牌上 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家特雷·胡博 研究婴儿的音乐感知能力 认为 他们对音乐非常着迷 他们在区分音调和节奏方面的天赋 在很多方面与成年人相似 他们甚至能在听完几个月后 记住旋律 面对这些惊人的能力 你必须意识到 这是有生物学基础的 中国著名音乐理论家 星海音乐学院园院长蔡松奇先生 不仅在他的音乐与宇宙的论文中指出了 中国和西方古代对此的研究和发现 我国古代的先哲们认为 音乐的产生 原本于宇宙的客观规律 宇宙是物生而后有相 相姿而后有数的 所谓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于是春秋中记载 音乐之所由来者 原以 始于度量 本于太一 道家的老子和周易系词传都曾尝试遗蜀解释宇宙生成 后来又演化为周易像树派 儒家的寻青也说过 万物同宇宙而一体 无疑而有用为人 属也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对音乐池宇宙和谐论 他发现宇宙中各层次的结构之间 存在着属的秩序的相似性 把宇宙的不同层次 看作是大宇宙与小宇宙 认为数的秩序体现音乐的本质 自然的法则就是艺术的法则 他假设宇宙行星之间存在和谐关系 太阳月亮及个行星 以不同比例的速度和距离 绕地球运转 从而产生不同声音 称为宇宙音乐 Misikov Hesfers 罗马哲学家西赛罗 公元前106至43年 及其他人则认为 当时太阳系已发现的 七个天体月球水星金星 太阳火星木星土星 就是音阶中七音形成之源 直到17世纪 这种关系 被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开普勒 通过精确观察 计算所证明 开普勒认为 天体运动应该是和谐而有规律的 行星的运动是有节奏的 是遵从和声规律的 是一首延续不断的多声部歌曲 据他的推理 在太阳系这首歌曲中 自低至高 依次是 木星土星是南低音 火星则是南高音的假声 地球是南高音 而金星和水星相当于女高音 他以他的宇宙和谐的理论 编写了奇特的宇宙天体音乐 但人们还是无法听到这种天体音乐的声音 直到1979年 当代音乐家威利卢弗 与钢琴家罗杰斯 在美国普林顿大学计算机中心 根据开普勒行星的三大定律 将天体运动的数据翻译为可以听得见的音乐 从此就是天体运动与音乐产生了一种直接的联系 当然 这种翻译既需要通过严密的计算 又需要进行习惯的推理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客观世界运动规律性 众所周知 各种天体的运动都具有一定规律 呈现出一定的节奏 脉冲星的节奏是以秒计算的 某些变星的发光周期是以日月计算的 太阳黑子变化周期是以年计算的 地球冰河期的间隔是以万年计算的 这些周期的互相交织 由如音乐中各声部节奏互相交织一样 每个星球都像是一件乐器 以它各自的节奏组成一首天体合奏曲 当然 这只是一种比喻 天体的变化节奏在时间上是极为漫长的 但它们呈现出的这种有规律的节奏 与音乐节奏的原理却是相通的 鲍埃奇认为音乐有三类型 第一种 宇宙音乐 表现在天体星球的运动中 在季节的善地中 第二种 人类音乐 把人的灵魂的各部分 理智与身体以及身体的各因素 彼此连接起来 第三种 应用的音乐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在现代科学的结构一文中指出 把人作为一个整体 放在整个宇宙中去研究 人要和宇宙联系在一起 这也就是新的人天观 有限的生命根植于无限的自然之中 生命的脉搏无不按照宇宙的旋律 不自觉地调整着运动的节奏 天类地来人类合而为一 是音乐中最高的境界 也指出了音乐在宇宙中的功能 音乐的特性就是想象 就是幻想 是对宇宙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深情神秘的幻想 这正符合人类的心理状态 因为人一生下来 就经常处于未知之中 而音乐的幻想 可以让人们寄托自己千变万化的情思 所以音乐特别能影响人 吸引人 他的结论是 无论东方或西方 古代人都相信音乐与宇宙的自然本性 有着天然的联系 音乐与人与客观世界 与整个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宇宙中无处不存在着音乐 无处不存在声音 光学 光有三原色光的三原色 就是红绿蓝这三种颜色的组合 几乎能形成所有的颜色 光线会越加越亮 两色混合可以得到更亮的中间色 红加绿成黄色 绿加蓝为青色 红加蓝成亮子 三原色等亮组合可以得到白色 当一束白光通过三棱镜时 它将经过两次折射 其结果是 白光被分解为有规律的七种彩色光线 这七种色彩依次为 红橙黄绿蓝电子 且顺序是固定不变的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色光 而这七种光线经过三棱镜的反向折射之后 又会合成一束白光 十二色相环是在彩色光谱中所建的长条形的色彩序列 十二色相环是由原色Primary Hues 二次色Secondary Hues和三次色Tertiary Hues组合而成 色相环中的三原色是红绿蓝色 彼此势均力敌 在环中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色彩像音乐一样 是一种感觉 音乐需要依赖音阶来保持秩序 而形成一个体系 同样的 色彩的三属性 就如同音乐中的音阶一般 可以利用它们来维持繁多色彩之间的秩序 形成一个容易理解 又方便使用的色彩体系 则所有的色可排成一环形 这种色相的环状配列叫做色相环 在进行配色时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图形 可以了解两色彩间有多少间隔 绘制十二色相的色环 是色彩设计的基础 十二色相环除了可以对应十二音律 还可以对应其他和十二有关联的周期性循环的事物 如十二地支十二生效和十二时生外 十二个月 二十四节气里的十二个节气段 十二星座 黄道十二宫等 音乐的音律 美术的色彩是循环性的 居然世界上其他物质一样也都是循环性的 有一篇人与自然的关系 万物皆循环 宇宙的循环是大循环和外循环 而地球上的物种是小循环和内循环 地球发展到了生物阶段 这个奇怪现象更为明显 在整个太阳系 生命物质仅仅覆盖在地球表面 正如海洋或湖泊的水 例如 水始终是通过水的循环回收利用 如该图所示 水经过蒸发 凝结和降水 干净清爽地回落到地球 通过生物化学循环 通过生物化学循环 元素 化合物 以及其他形式的物质 是从一个生物体到另一个生物体 并从生物圈中的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 科学界又发现宇宙加速膨胀英语 Accelerating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物理学者 索尔·霍尔玛特布莱恩·施密特 与亚当·里斯 透过观测遥远 超新星而发现了宇宙加速膨胀 因此 共同荣获2006年邵逸夫天文学奖 与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么看来 宇宙不断地膨胀的发现 说明它的创造者 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存在 从未停止它的创造 另一方面 被造的星球 始终一如既往不变的运行 又说明了它们是被造的 必然是服从造物主所定的规律 而这个规律从被造时 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永久 说明创造者是从起初到永久的 被造之物的运行 只有必然性 没有偶然性 既不可能来源于一个毫无目的 偶然的大爆炸 也不可能是慢慢进化而来 请继续观看后面的章节 谢谢